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啊 很開心和大家一起 我們又再次去研讀聖經 《聖經得著恩典能力》和《神的英訊》 我們上次是在看《馬太》六章二十五節的 我們會去《詩編一百零四篇》 然後再回到《馬太》六章 因為《詩編一百零四篇》 是在很多方面補充《馬太》六章所說的《神的供應》 在那裏是給我們看到神在各方面的供應 是一個很傳避的一個詩編 很特別,講到《神的創造》的 在《馬太》六章二十五節開始 就有講到沒有為生命憂慮 為身體憂慮著什麼 不要憂慮吃什麼、喝什麼 和為身體憂慮著什麼 生命比較飲食更加重 身體勝於衣償 而耶穌就用兩個具體的例子 講出神是照顧萬能 說到就是非鳥 他們又不種又不收 他們沒有去積穀的 但是呢,神都養活他們 我們比非鳥更加貴重 我們哪一個能夠用思慮使受數多加一刻呢? 就是我們的思慮 怎麼可以讓我們長命一些呢? 劃作使身體多一爪 因為這裏呢 原文的意思呢 是可以解造兩樣東西的 可以解造你的生命長命一些 或者是解造你的身體高一些 然後耶穌就講到 那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譬如有一個人 他臨死了 他憂慮是不是會長命一些呢? 他會不會因為他憂慮長命一些呢? 耶穌說不會的 沒有用的 或者你能不能夠你憂慮令到你高一些 是不會的 所以呢 憂慮並不會加增任何的 那麼 耶穌就告訴我們神的供應 那而聖經是 就是很強調就是 神知道我們的需要 當我們聽神話的時候 33節那裏 先求神的國和祂的一切 就會加給我們 那這個我們看完詩篇 1804篇才去看的 那麼耶穌在這裏呢 其實講到神的屬性 神的本性 就是祂會照顧非了 還有呢 會照顧 嗯 花 是說呢 所羅門最榮華的時候 二十九節 他所穿戴的 不如花一朵 就是那些花的那些美麗呢 是人做不到出來的 當你對比人的衣服那種 構造啊 還有花那種很簡單美麗 那種單純的美麗呢 是不能比的 是很漂亮的 還有呢 我和我太太很多時候都拍了小鳥的照片 就發覺小鳥真的也是很漂亮 那些顏色的配搭呢 是很奇妙的 讓我們看到神真是呢 就是裝飾萬物 是非常漂亮的 那麽在這裏呢 那麽在這裏呢 就是講到兩樣神的自然界中的作為 那麽然後呢 我就 跳去 詩編104篇先 詩編104篇呢 是一篇呢 講到關於神創造好奇妙的 的詩編來的 大家 我現在 我傳給你那個 經文呢 就是 新的那個 早上的經文呢 大家會看到 在第四 我加了這個詩編104篇的 那這個經文裡面呢 是講到神 各樣的供應 就比我們更加了解 神的那個本性 就是神那種全地的供應 那麽我們不會詳細讀 因為很長啊 那麽我只是講到哪一節呢 我就不講到哪一節 大家可以開始看 就是第10節那裡開始講的就是 耶和華史全員 湧在山谷 留在山間 叫野地的酒壽有水飲 野爐有水飲 然後呢 天上的非鳥 他也是在水旁那裡住宿 那麽呢 那麽就 還有呢 在十三節那裡 和他的流角 中 挑冠山領 他的 因為他的作為的功效 地就豐足了 就是因為神所賜的水啊 那麽我們看神那種 在自然界中的供應呢 我們就看到神那種全備 全備的供應 所以愛神的人 更加神會全備的供應 那麽我們 那這裏看第一就是水啦 水真的呢 是所有生物 一定都需要水的 那麽而很特別的地方呢 就是 怎麽樣呢 就是水呢 是 是 有很多樣的質素呢 是看得到它是 就是神特別設計的 那麽有些人呢 就是研究啊 因爲我自己很 很喜歡看科學的東西啦 那麽我就研究去看一下 那些人關於 講關於水 他就講到水呢 其中一件事呢 就是它是一個 融解 差不多 就是所有可以融的東西呢 水都可以融的 那麽所以我們身體裏面 各樣的構造啊 各樣需要的養料 的養份啊 維他命啊 很多樣東西呢 都是水可以融的 那麽所以在我們身體裏面呢 水就能夠將各樣需要的東西 和我們消化了的食物 就帶去我們身體各部 就是因為水那種 全面性能夠融解啊 這個就是神特別的供應啊 那我每一次想到神的供應 我就想到神當然會照顧愛他的人啦 那麽然後呢 就是 水呢 有另外其他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很稀啊 它很稀呢 就是說怎樣呢 它很容易流通 那麽我們對比呢 譬如油那麽呢 油就很稠的嘛 那麽如果我們神造水是油這樣的質地呢 在身體裏面流動是很慢的 但是呢神造水是很稀的 所以呢能夠流通 就是我們不要假設一定是 必定一定要用水的 是因為神簡選用水的 如果神簡選用油的時候 我們都是需要用油的 但是油就會流動是很緩慢的 那麽另外呢 水呢也有一個很特別的 這個真是神的很特別的設計 就是怎樣呢 水是 那麽普通熱漲冷縮 大家都知道這個 就是熱的時候呢 它就會越來越漲 漲大 冷的時候呢 它就越來漲 那麽呢 水呢是很特別的 它一直都是跟著這個原則 去到四度 當那些水一路冷到四度的時候呢 它就不是縮了 是膨脹喔 它不是結冰才會膨脹喔 它是四度開始膨脹 這個東西是一個非常奇妙的設計 是保存這個世界上很多種生物 那麽怎麽會保存呢 就是因爲呢 當在北極南極那些很冷的地方呢 當它很冷到四度的時候呢 然後再低的時候 那些水呢就會浮回上山谷 這個水底呢 最重就是四度的水 四度的水就會沉在海底 然後四度以下的水呢 就會浮回上山谷 還有呢 掉了冰也都會浮回上山谷 那麽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因爲呢 它就會保存在水底有四度的水 等那些生物 魚啊 還有各樣在裏面游的 譬如 大家都可能都會知道 在北極的水下面呢 有海狗啊 海豹啊 那些 企鵝啊 很多種生物在這裏生存的 如果它全部結冰 由上到下全部結冰的時候呢 根本呢 那些生物全部就會死掉 但是神就用這個方法 而它選四度呢 是很特別的 爲什麽特別呢 譬如呢 譬如假設水呢 是到結冰才膨脹呢 那麽就是說呢 在水 在那個 冰下面那些 水呢 就會去到一度 一度呢 是冷過四度很多的 那麽那些生物呢 更加困難生存的 四度都可以容忍的 即是在它們來說 都可以容忍的 但是一度是難很多的 那神就令到它 它會膨脹 那這件事是很特別的 爲什麽會這樣呢 在 就是 研究 科豪呢 就發現它呢 它那個 原子的構造 當它去到四度呢 它就開始擴張的 還有結冰的時候也是擴張的 那這個是一件非常特別的事 令到 即是那些生物能生存 這個就是神所造的水的特別 那麽我們又看到神那種 創造的特別 照顧 水裏面的生物 我們就應用到基督徒了 應用到基督徒呢 就是說 哇 神真是照顧所有的生物 神是 很細心 很細心 知道它們的需要 知道如果 在海洋裏面的生物 全部結冰死了 它後果是很嚴重的 就是很多生物會死掉 那神呢 就特別設計這件事呢 那我們就說神啊 多謝你 多謝你 因為你呢 是這麽細心的 好了 那我也都 將它連帶到另一樣的 在 屬靈上的應用 OK 那麽就有一樣 應用一下 但是 在物質界 神造水很特別 而在屬靈的境界呢 神就似愛活水 我想說呢 這種的釋經方式 就是說 平時呢 我們解聖經呢 就是 只是那個經文講的內容 但是這裡呢 我將它 去擴闊 去屬靈境界 這個東西我們要小心啊 有一種解經的方法叫做 靈異解經 我這裡我不是用靈異解經 靈異解經就是這麽呢 譬如它們講到什麽 城市啊 聖經裡面講到什麽城市啊 它就會代表什麽的 就是全部都不是那個實際的 是代表什麽 代表什麽 而我們 就是 執經呢 是應該按照那個 文字的意思啊 譬如他們這麽講的 譬如那個 芥菜總的比喻 那芥菜總就變成了一棵大的樹 其實這個不是芥菜 其實是芥 是 就是 我們那些芥末 就是 那些黃色那些 那些芥辣 芥辣呢 那種的粉呢 是一棵樹來的 但是中文就寫了芥菜種 其實不是菜來的 然後它就很大 有些雀鳥在那裡居住 那他們就會說這個雀鳥代表魔鬼 那這個是 就是很多東西他們都說是代表的 那我們就會說 按照聖經 聖經的傳遞的方式 就好像文字的傳遞方式 文字的傳遞方式就是講到芥菜種 這個芥菜種是會一路擴大 一路擴大到怎麼樣呢 擴大到變成一棵樹 很小粒的種子變成一棵樹 是代表天國 因為耶穌是講到天國的 天國會很大的擴展 而不是講到 就是他們就會 就什麼都是講代表 這個代表什麼代表 那就是在 色經學來說呢 就反對這種叫做靈異解經 就是解聖經的時候 總是找它的靈 一個特別的熟練的意思 還有呢 有些解經是 字眼 譬如說樂園 那他們就說這個就是 不是天堂 又不是地獄 是另一個地方 那這些就是 有一些很 superficial 很表面化的色經 就不是用 聖經那個字眼的意思 來解釋聖經 那這裡我講到呢 就是說這個水 這個經文是講水 不是講熟靈的活水 不是 不過我只是這樣形容 我就說呢 神會供應物質的水 也都會供應熟靈 就是我對比的 在這個詩篇104篇呢 我就對比就是 神在這裡面所做的一切的工作 同樣在熟靈裡面會做 就就是說 神是很豐富的 那就是 在一個額外加上去的觀念 不是色經 不是解釋 詩篇104篇 而是說呢 神怎樣在物質境界照顧 也都在熟靈境界照顧 這個就是我的意思了 神在物質境界 預備好奇妙的水 也都在熟靈的境界 預備熟靈的水 對不起 就是講到在物質境界 神呢 預備物質的水 在熟靈境界也都預備熟靈的水 就是呢 活水的光河就代表聖靈了 在我們裡面 湧流不適 有一個有生命的傳源 在我們心中湧流出來 就是 就讓我們看到 神會在物質境界照顧生物 也都在熟靈境界照顧祂的兒女 祂怎樣細心照顧生物 也都會細心照顧祂的兒女 真是湧流的 一路在我們裡面影響我們 一路 加力給我們 讓我們在裡面有一種 不止息的動力 不止息的 但是 推動力 比如我自己來講 我形容我自己的內心 好像有一個不止息的火 很想很想繼續去祝福更多人 尋找更多方法去祝福人 這個是神在我裡面 產生一個不止息的火 是不斷推動我的 那我很多謝神 神在物質境界供應我們 也都一定在熟靈的境界供應我們的 OK 好 我剛剛這樣 首先我用Gp104篇講到水 雖然《聖經》是沒有去講到我才講的 科學界所發現的東西 但是呢 我們科學界是可以擴闊《聖經》的發現 譬如說 《創世記》 《起床神創造天地》 那這裏就是講到《神創造》 但是我們可以科學去研究看到神創造萬物的奇妙 就講出神的創造真是很奇妙 很大能 很有智慧 很有傳避的預備的 那同樣呢 供應 這裏《聖經》講的就是講到水 能夠供應各樣的生物 叫它們能夠生存 但是我們可以將它放闊了 就是說呢 用科學的觀點去發現原來水這麼奇妙 才能夠供應這麼多生物 還有呢 保存這麼多種生物在水底那裏生存 還有呢 相 related的 有關的就是神做種子 種子是不發芽直到它有水的 那所以呢 沙漠呢 當一有水一到 它在沙漠很多很多的種子 就即時你看到 哇 很多很多的植物生出來 這個呢 就是神 它創造種子配合水 就有水它才會生存 它才會發芽 那這件事也是看到神那種奇妙 所以有些生物的影片拍到 當那些水一去到沙漠的時候 那種茂城的生長呢 是真的好奇妙的 OK 好 大家 有沒有什麼回應或者 信聞呢 就是關於或者先這樣 相連 就是說 神在物質境界供應 也都在屬於境界供應 所以我們完全需要擔心 OK 有沒有人有什麼問題想問 那我就問一下大家 那你看到神這樣供應的時候 你會不會對於神供應我們更加有信心呢 就是當我們看到 神的供應包括物質的供應 也都包括呢 神會 make sure我們有足夠的資源 足夠的能力去做到神了 分負去做人 大家有沒有什麼回應呢 我們 我們 這次我們還沒看完 一四篇還是四篇 我會 繼續看下去的 不過我們今天就是看到水這裡 那大家有沒有什麼回應 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詢問 嗯 牧師我有一個問題 我們是基督徒 那所以就 剛才你所說的 我們都會覺得是 神的供應 但如果呢 有一些是未信的 那他聽到 那跟著他可能會覺得 嗯 我這個是自然界一個定律來的 那跟神 可能 扯不上關係 對呀 那我們應該怎麼回應 OK 那這個呢 你是說到 神創造這件事 我們由自然界 可不可以證明這件事 對不對 是啊 就是有些人就覺得自然界 就是自然界的定律 跟神呢 就是 連接不到有什麼關係 OK 好 那 這件事呢 是我本身 很有興趣的題目 因為我本身呢 是讀science的 那我呢 在我信耶穌的時候 就是在那段時間呢 我都研究進化率的 到底神是 就是萬物是神創造 還是進化出來的 由這個自然界 可不可以證明到神的創造呢 那這個是一個大題目 不過我在這裡呢 我只是簡單回應 到底我們由自然界 可不可以證實神創造 和神設計各樣的東西 這個有兩個approach 一個是化石的approach 一個呢 就是神設計 那我先講設計 然後我就簡單講化石 但是呢 我可以用一個很簡單的方法去講出來 給大家看到呢 就是我都將它簡化 怎樣能夠普通人聽到 都會看到神設計 那我 譬如用他的眼睛 其實 達爾文呢 大家都知道了 Charles Darwin 達爾文 就是將這個進化論 是popularize 就是將它變成很普遍化 因為其實他不是第一個人 提出這個進化論的 他是其中一個人將它擴闊 很多人接受它 那他呢 那他呢 是 你講 你是不是有話要講 沒有話要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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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那 達爾文呢 他在他本書那裡 就有講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其實有兩個大問題 他有講到 第一個大問題呢 就是他的眼睛 人的眼睛 他說人的眼睛能夠轉變出來 他真的覺得呢 他形容呢 好像令到他呢 好像有一種 凍的感覺 在他的脊骨那裡流過 就是很害怕啊 很擔心啊 到底是不是真的進化 還是神創造 因為他們來講 當時來講 其實他都是在掙扎 在這個創造 就是進化 還是創造之間的 那他就說眼睛是一個很大的 就是令到他很擔心 是不是真的進化了出來 那我在這裡呢 我簡單地把眼睛的構造 講出來給大家聽 那我也是 大家留意到 我就是把這些形容呢 是一個人 就是普通人都能夠明白 你不用讀科技 你都能夠明白 那第一樣東西呢 就是我們全身呢 都不透明的 很明顯啦 你放一手在眼 在你的臉部 是完全透明的 但是我們的眼球中間 是完全透明的 那我們為什麼知道 完全透明呢 就是我們看東西的時候 我們不會在眼前 看到一層膜的 就是我們的眼中間 和前面 包括這個鏡頭 這個鏡頭 這個晶體 這個晶體 這個好像相機的鏡頭 全都是透明的 那為什麼我們知道它透明呢 因為我們看一件事情的時候 不會看到一層膜在那裡的 那就是它完全裡面是透明的 那我們全身都有血度嘛 但是那裡唯一是沒有血度的 就是那個眼球 但是沒有血度 那它靠什麼呢 它就靠裡面裝著那種鏡頭 好像啫喱的物質 供應它的食物 有條管進去 有條管出來的 就將那些食物供應 就是我們身體會透明 好了 眼睛中間會透明 但是它透明呢 又會完全不漏光 這件事情很重要的 如果大家想像一下 一個相機 如果相機盒呢 普通相機盒都是用金屬 或者用膠做 是透光的嘛 如果相機是漏光 很明顯它拍出來的相片 是不會清的 是會很蒙的 那我們的眼球也是完全不漏光的 旁邊是完全不漏光的 普通的皮膚呢 雖然不透明 但是漏光的 大家你可以這樣的 你將手抹開香 燈光或者陽光 你會發出手指欄那裡 是漏光的 就是如果眼睛是用這個皮膚來包著呢 是會漏光的 但是我們的眼球包著的地方 這個質地呢 是完全不漏光的 前面有個鏡頭 就是這個晶體 這個晶體也很特別 就是它那個 Focal length 就是那個 那個叫什麼 Focal length 對焦的距離 是非常短 因為我們的眼球 是很小的 就是只有幾個cm 我們的眼球很小 那大家有沒有試過 玩過放大鏡呢 放在太陽之下 可以曬 地上有些東西可以燒著火的 比如有塊樹葉 你用放大鏡對著它 當它對焦到一點的時候 是可以燒著火的 就是那個 這個就是焦點 那個放大鏡的焦點 是有成 可能有成十寸之類的 或者八寸的距離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的眼就整個八寸那麼大 但是我們的眼是很小的 那它怎麼能夠這麼小 能夠對焦呢 這個東西 就是它的鏡頭是很特別的 還有我們的眼球 有一個對焦的能力 它有很多根 拉著它 拉著它 這樣令到它對焦得很快 大家發現 你看近的東西 遠的東西 你看不同的東西 你立刻對焦的 如果你試過用相機對焦 你發覺是要等一會的 但是我們的眼球 你一去到哪裡 立刻對焦 這些都是神設計 它的那種反應 是非常奇妙的 好了 它完全對焦 那另外一樣的問題就是 我們現在光有時光有時光 我們有一個叫蠔螺 我們眼球 中國人不是看到一個 軟式 中式的一個圈 在眼球的前面 西人就是藍色 綠色 灰色 灰色 那這個叫做 Iris Diaphragm 就是 是一個 紅膜 就是 它會控制 那個肌肉 中間有個小孔 中間黑色那裡 就是個小孔 大家你可以看一下 在鏡面看自己的眼 你就會看到中間有個小孔 中間的小孔 就是透光的 那如果這個小孔 不是正中間 我們看的就很慘了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玩過 找個紙袋 弄兩個孔 就用來看出來 看外面 那這個小孔 不是對正的 那你看東西就看得很困難 但是呢 我們的眼球 那個中間的一點 是完全在正中間 而這個Iris Diaphragm 是有兩組肌肉 一組肌肉呢 就是圓圈的 將它枯細 就是當那些光很光的時候 它會枯細 那小孔 然後呢 它有一些一條條 大家看一下鏡頭 你看到一條條 從中間伸去外形 一條條的肌肉 那些肌肉是做什麼呢 就是黑的時候 它就會拔大那個小孔 那這些設計 全部都在正的位 正的位置 然後那個對焦 怎麼對正後面呢 後面呢 就有一些感光的細胞 和感光的化合物 這些感光的化合物呢 就是好像菲林 菲林就用銀 Silver Silver Oxide 氧化銀 是做出來的 而我們的這個感光的那個化合物 叫Rhodopsin 是其中包括呢 是紅和白的質素 和不同的質素 我們想像如果 當那些生物 還未懂得看東西 還未有這件事的時候 進化出來 身體是盲的 我們的身體是盲的 我們眼睛看到東西 我們全身的手腳是全盲的 它怎麼知道哪一種化合物是會感光的 它怎麼知道哪一種化合物是感光的呢 那真的是神設計才會知道那種化合物是會感光的 它就將它不斷 它不斷產生的 就是這些化合物呢 不是這樣放在那裡就算了 它一路用了 它又不斷的身體就會放多些在那裡 一路供應的 它怎麼知道這件事情就是它需要的供應呢 然後呢 後面呢 就有那些神經線 就收到這個信息 它就會分 集中為四條神經線 傳到那裡 那裡 那四條是怎樣的神經線呢 一條呢 就是管 右眼 有兩條管 就是 右眼的右邊 一條管左眼的右邊 另一條管右眼的左邊 另一條管左眼的左邊 另一條管你左眼的左邊 是兩個畫面的 是兩個畫面的 右和左是分開兩個畫面的 右眼分開右左 左眼又分開左右 這樣就好了 那這四點呢 就去到那裡 那裡 不是一點來的 是四點來的 它四點呢 它就去到呢 它就會懂得去 所以 將它合併為一個 一個畫面的影像 第一呢 就是我們的眼 你看到那裡 你不會在中間 看到一條線分開 右和左的 是完全 右和左是完全 配合了 還有我們右眼 和左眼 配合到的程度 我們可以看到很遠的 大家來試一件事 很簡單的 你用一隻手指 放在你的眼前 你 如果你是兩隻眼開了 你馬上可以用另一隻手指 碰到它的 橫 就是手指放在前面中間 在前面某個位置 然後你另一隻手指 動過去 你一定可以動到它的眼 在這個手指的位置 但是如果 你盯上一隻眼 你試一下做法 你盯上一隻眼 然後呢 你就想去碰到它 你發覺不是每次都會中的 你會發覺呢 咦 這個是不準的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我們兩隻眼 是有立體的影像的 我們看到哪個東西 近哪個眼 所以如果有人盲了一隻眼 它分辨不到距離 但是我們很奇妙 就是我們可以呢 左右眼 配合去腦四個地方 但是它把它合併為一個 立體的形象 一個形象 它不是兩個形象 是一個立體的形象 如果大家有看過立體電影 立體電影 戴個眼鏡 但是看得很不舒服的 看得很不舒服 但是你是看到立體的 不過我們眼睛看到立體 是更加奇妙 是完全沒有那種 好像令到你暈暈的感覺 是很舒服的 那就是那些神經這樣傳去 好了 另外呢 眼睛還有六條肌肉 六條肌肉呢 它在後面呢 扯住眼球 那麼眼球的四邊 扯住它可以 就是有兩條呢 右眼一條 左眼一條 就是穿過一個圈仔 有個骨 就是那四條呢 中間四條是直的 但是有一條呢 是穿過眼球 牧師啊 牧師啊 你說眼睛的奇妙 我覺得你說的全部都是對的 但是進化論的人就會說 那些猩猩猩猩都是這樣 他們眼睛 你人的眼睛有什麼奇妙呢? 會不會猩猩進化到人的? 那怎麼辦? 我會全部都回答 我不是只說奇妙的 我會說進化的過程 我們眼睛有六條肌肉 每一隻眼睛有六條肌肉 那它其中一條是穿過一個圈的 在眼的中間 在接近鼻那邊穿過一個圈 就令到我們能夠打斜看東西的 就是它的眼睛可以做雞眼 可以神造我們的眼球 是很多方面的活動的 那另外就是我們的骨 是剛剛有個洞 就給了個眼圖在那裡的 那另外眼呢 前面也有眼淚線 會分泌一些眼 如果不是 我們的眼睛不停會斬的 大家你看一下你自己 就是一分鐘會斬好幾次的 如果不斬的話 我們眼睛會乾的 試過有人呢 他們戴contact lens 就不記得了 除contact lens 睡覺了 到了半夜的時候它乾到呢 大叫一聲 就是那時候在夏令營 它大叫一聲 因為那個眼球很滋潤的時候呢 是會乾到 就是很痛苦的 神就創造我們的眼淚 是比任何的 那些冷藥水都是更加好的 還有有眼蓋可以分泌 好了那我說進化的過程 進化的過程就是什麼呢 什麼都是偶然 假設它偶然有一個感光的一部分 它要弄一個鏡頭出來 那個鏡頭要在那個位置才對 就是你變 譬如說 一隻生物它沒有這個鏡頭 它變個鏡頭 它為什麼會懂得辨證在那個位置呢 還有呢 剛剛那些根都生在那個鏡頭的旁邊 是好像那些彈藏 那樣在四圍是很平衡的 所以能夠控制它那個 對焦的距離 然後呢 就剛剛有那個紅膜 就對症到中間 等那個眼球那些光可以進去 而裡面呢 就全部沒有血的 為什麼會身體會進化 那裡剛剛沒有血呢 就是說呢 我如果把眼球排列 ABCDE這個排列呢 是有很多東西 逐樣逐樣的排列 如果它變成第一樣 代表它變成第二樣 在正的那個位置 它怎麼會那種 我們裡面這種的 就是好像啫喱的這種的物質 是有營養去供應的眼球呢 如果不是眼球會死的 就是眼球會敷乾死的 還有呢 那些陸外象是怎麼來的呢 就是那條管 運這些液體呢 是塞了呢 就會那個眼球 就會漲呢 就會變成陸外象 就會看不到 眼的旁邊 如果你看看不到 80度 你要去找醫生的 就是那個眼球 還有那些人的眼球 好像特別大一些 那些要找醫生去 去找出它的原因的 如果不是呢它會可以默的 就是陸外象可以令人默的 那它就是這些管道 是很奇妙的 適合在正的位置 而後面那些感光細胞 有些是感光日口 有些是感光夜晚的 就是這個就是很奇妙的 為什麼會適合在正的位置 如果那些神經線 全部呢 就是可以說單獨運作 但是它會把它集中為四條 然後呢 那個腦就懂得去解釋 而我們的腦就收到 鼻啊 皮膚啊 全身不同的神經運去的信息 全部都是電來的 但是我們的腦就設定分 眼睛的信息就是看東西 耳朵的信息就是聽東西 口的信息就是嘗到什麼味道 鼻的信息就是聞到什麼味道 是每一樣東西它懂得去解釋 所以習二汶當他想到眼睛的時候 他的背部有一個冷的感覺 他覺得真的不可能 我們的眼睛是變出來的 那我還說一件簡單的事情 是不可能進化的 就是什麼呢 昆蟲的蜕變 昆蟲的蜕變 大家知道胡蝶 就是有四個階段 第一個是鱗 第二個是無蟲 第三個就變成鱗 然後呢 胡蝶飛出來 安蕭進化鱗 它不會胡蝶一變 就有四種步驟的 那昆蟲呢 有些簡單的 就好像蟑螂 蟑螂是什麼樣的呢 它生了一個蛋 那個蛋裡面有四隻 可以四隻蟑螂的 然後呢 當它爆出來的時候 一出就是出蟑螂的 小隻蟑螂的 就是它沒有中間形的 馬上出蟑螂的 所以這個是簡單的 蟑螂的這一個蟑螂的 那個蟑螂的 蟑螂的 蟑螂似的 蟑螂的蟑螂 這個蟑螂就是蟑螂 蟑螂的蟑螂 蟑螂為什麼懂得這樣 就是蟑螂 就是為什麼會 變成另一種方法去蟑螂這個蟑螂呢 就是蟑螂 蟑螂呢 那蟑螂它的蟑螂 蟑螂突然間有一天它進化 它有個 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把那些屍包著自己 他用那些屍包著自己 那包著自己沒東西吃就死了 但是那個毛蟲在裡面是很奇妙的東西 就是他的肌肉完全的轉移 有一條毛蟲變成了一隻蝴蝶 是那些翼啊 那些腳啊 完全不同的 也都有繁殖的構造 性器官 令到他能夠繁殖 但是你想一下 他成功只有一次的 很多進化他說可以千萬年 但是這個毛蟲呢 他包著自己 他不成功就死了 他為什麼會包著自己呢 進化變成他包著自己 他昨天就會把肌肉轉移 其實蝴蝶呢 在那個箭裡走出來 都是很特別的過程 譬如你如果看到蝴蝶的箭開了 你幫他幫忙 和他剪開那個箭呢 那隻蝴蝶就會不行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那個過程中會用力 用力就把血衝去那個翼那裡 現在蝴蝶的翼是可以飛的了 飛是不是一下子就立刻可以變出來呢 他只能夠一代完成這樣 他會能夠飛 飛不是就這樣 蝴蝶化就會飛的 他有個方法 前後動的時候 你留意一下小鳥啊 還有一些拍的照片 他不是就這樣化一化的 他會轉一下轉一下的 好像搞好像爬艇那樣 搞一下搞一下 他為什麼會懂得這樣做呢 如果他弄了蝴蝶出來就不會飛 他為什麼會變成蝴蝶呢 就不會飛的 那就是沒有用了 這些是沒有可能進化出來的 是這麼奇妙的設計 全部排列 在剛剛的位置 而全新是有很多這樣的位置 我現在是用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將這個表達出來 那我 首先你講到星星和霸石 那我又講一下霸石 但耳聞已經知道有個很大問題 因為他們那時候已經發現了一種叫 Cambrian的石層 中文譯為寒 寒無幾 寒就是寒冷 寒冷的寒 寒冷的寒 沒有 是武功的寒 沒有這個譯音的 是 Cambrian Cambrian,Cambrian是霸石層的最低層,而有很多生物出現的, 這一層叫Cambrian,Cambrian是有很多種生物出現,包括植椎生物, 植椎生物都有在Cambrian出現的,植椎生物是最高等的生物, 根據進化論,應該是由一個細胞變出這麼多東西, 但是在Cambrian是出現的,是每一種不同的植植, 還不一聲出現的,但是以文就說,你給我們一百年, 我們會找到那些中間形的生物,怎麼會逐漸變出來, 但是它找了一百年,現在已經超過一百年,但是是找不到的, 只有越來越證明,生物一出現的時候,就已經是這麼複雜, 就是以前的生物和現在的生物,出現的時候是一樣的, 除了有些是死了的生物,沒有了,還有以前的生物很大隻, 那為什麼很大隻呢?因為很多人呢,就是由他們去, 很多基督徒的科學家就發現,覺得是洪水造成這麼大的災難, 很多恐龍死了,又覺得是洪水的,那洪水之前呢,那個環境是非常好的, 所以那些生物是很大隻的,那些青瓶是很大隻的, 我有一些生物都很大隻,那時候那些生物就很大隻, 但是和現在基本上是一樣的,是沒有中間形的生物, 我用一個最簡單的中間形的生物,就是他們經常都說, phot NoteN killoshi, Ria 朋友見到 他們就這樣 其實是很…怎樣呢? 是很真理性的, 為什麼是真理性呢? 譬如他們怎樣發現那些 affinity, 譬如有些地方有不同的人 centro骨地, 譬如有些地方有不同的你那邊, 它不會變一個基督,就是已經全坦,青了, 那它是砌的 你想一下 你一堆骨給你砌 你砌頭 你可以砌頭大一點 砌頭小一點 任你砌的 因為中間有很多灰色的位置 弄那些頭骨 那些教科書就會這樣的 那些頭骨是有白色和灰色的 灰色就是它找到的骨 白色就是它填那些其他東西 填出來填這個頭 就是它可以弄到大一點 弄到它小一點 它想弄到像人 那就弄到很像人 任它砌的 好了 它們就說 研頭變人 因為這個東西任它砌 砌到像人 那就不像研頭變人 但是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那研頭哪裡來的呢 根據進化論 研頭是老鼠變的 就是所有生物 所有的哺乳類和物 都是由老鼠 最簡單的老鼠來的 但是由老鼠變成圓頭呢 中間是沒有中間的 圓頭和老鼠的很大分別 就是它腳的方向 老鼠的後腳是向後屈的 圓頭和人都是向前屈的 它怎樣由向後屈 變成向前屈呢 還有我們的體型是完全不同的 就是我們跟其他動物是完全不同的體型 是怎樣變出來的呢 是中間是沒有中間的生物 其實在這個世界上很多的生物 它們是找不到中間的生物 譬如海豚和鯨 它們的頭頂有個孔的 有個孔 跟我們呼吸是完全不同的 是怎樣變出來的呢 它們就說有一隻動物 它們在找那隻動物 它說這隻動物變出來的 但是那隻動物完全都不像海豚和鯨 鯨和海豚是完全要在水裏面生存的 在水裏面生小孩的 你想想陸地的動物在水裡生小孩 在水裡生小孩 它在水裏面生小孩 怎麼會在水裡生小孩 那隻小孩就死了 其實有很多樣東西 根本是完全沒有化石的支持 不過它們呢 它們就會說有化石的支持 其實全部都是非常堅強的 譬如它說的就是叫做始祖鳥 它就說這個始祖鳥就是小鳥的祖先 不過你看看始祖鳥 那些羽毛是已經成年 全部是有羽毛的 是到底 它們就有兩種看法 一種看法就是說 捕魚類動物 這個 爬蟲類 爬蟲類是怎樣來的呢 爬蟲類就是恐龍 一種看法就是由爬蟲 另一種看法就是 等一下才不記得 就是有些人就是由爬蟲 但是它們是找不到爬蟲 變成有蟻 蟻的過程都是想不到的 因為蟻如果還未能飛的時候 那一個前方的手就變成 雀鳥是另一種看法就是從捕魚類動物 不記得了 捕魚類動物變 一種看法就是從爬蟲 但是那隻手rot 就是一個老鼠 變成蝙蝠 그런 lebih 這個就不是雀鳥 它那個就是另一種捕魚類動物 蝙蝠是捕魚類動物 它的腳能為什麼從前腳變成 AIDS呢 它中間的過程是不會飛 又不會走 一翼是不可以去走 又不會飛 又不會走 那樣東西弄在那裡有什麼用呢? 其實在進化論點有很多很多問題 是沒有可能進化 花石的記錄是沒有的 這個我簡單去講出就是說 生物的構造配合不同的部分構造出來 而眼睛的構造不只是眼睛變化 其實它是遺傳因子變化 遺傳因子變出來 就是說遺傳因子 我們細胞中間有個細胞核 中間有很多DNA就是遺傳因子 就是變出 它裡面就會控制身體變靈 那它要變就要由DNA去變 那我也告訴大家 它們是做了很多實驗 使它變化 怎麼變化呢? 因為有些生物繁殖得很快 其中是烏鷹 還有 記得是什麼? 它們做了很多很多次的實驗 是做了很多年 那麼多年呢 是會代表在世界的歷史 其他東西呢 就是可能是一億年的時間 它可以在幾十年的時間 它的繁殖的程度是同樣的蜕變 它發覺所有的這個蜕變呢 不是蜕變 這個不是蜕 蜕變這個進化 又不是叫進化 就是說遺傳因子的突變 這個突變 它們發覺全部的突變都是破壞性的 全部都是沒有這樣的東西 沒有一個突變變了一個新的器官出來 而進化論就是說 它會變成一個新的器官出來 它們是完全找不到的 OK 那麼我現在講 講了這個簡單的這個證明 就是說 這些生物構造 還有呢 還有呢 化石的紀錄 是支持神創造 支持進化 那大家有沒有想到 是不是除了進化論和創造論之外 就沒有第三個論的了 就是你排除了這個進化論了嘛 那可能有人就 會不會不是這個論 就真的是創造論呢 OK 那個原因是只有這兩個可能性 原因就是怎樣 生物是很奇怪的 全部的生物是同一種設計 那什麼設計呢 我們的維其因子呢 首先我講講 我們的蛋白質是由 很多個胺基酸的分子組成的 胺基酸就是蛋白質拆開變成 胺基酸的分子就是叫做胺基酸 那胺基酸呢 就是立體的 就好像我們的手是立體的 譬如一張紙你畫一個公仔就是平面的 我們手是立體的 我們的手呢 你永遠 譬如有一個人 譬如假設有一個人的右手陪左 那有一個人意外死了 那你又要移植 你不能夠將他的左手移植到右手的 不行的 我們的手是一定有右手和左手的 那麼那些胺基酸也是右手和左手的 但是在所有的生物都是全部是左手的 就是它的方向全部是左手的 那麼它才會排列那個DNA呢 那個排列就是這個 大家看到這個圖畫 這個叫做Double Helix 就是雙重的旋轉的那個 如果它有一隻是右手呢 它就會扭紋柴的了 就是本來轉去那邊 它變成扭向另一邊的了 那麼 自然之間 它們曾經有人做過實驗 就是之前有過實驗 就是說呢 它找一些不同的東西 它說呢 不同的原本的質地 然後它就找一些電擊啊 找一些各樣東西去刺激它 將它組成一些 漢基酸 它發覺呢 它組成的是有左手有右手 是兩樣平均分布 是不會全部都是左手的 而第一個細胞 任何一個細胞全部都是左手 就是這個東西它們都沒辦法解釋到 怎樣可以 就是它 其實它創造的原來的海 它就是說原來的海呢 有很多這樣的物質在那裡浮游 但是它們那個是一個實驗室呢 它放了很多需要的材料 放了在那裡 然後用電擊把它聯合 這樣就做出 安基酸出來 但是那些安基酸呢 全部左手右手呢 是做不到 就是它根本沒有做到 除了安基酸之外 做不到其他的東西 那這樣東西呢 就是說全部的生物 同樣都是左手的安基酸 還有呢 是同一個密碼 我們的遺傳因子是密碼 是有四個字母 ADGC 代表四種化物 它就好像字母那樣排列了 一直這樣排列下去 就設計整個身體的設計 而這個密碼 在人 在猴子 在任何的動物 在細菌 在植物 全部這個碼都是代表同一樣的 就是說 在人 這個排列代表是一種安基酸 在第二個生物 無論是細菌 又好什麼都是一樣的 或者是那些病毒 全部都是同一個密碼 所以呢 證明所有生物是同一來源的 就是生物的來源一定是同一來源的 如果不是由一個單細胞變成這麼多細胞 這麼多種生物的話呢 就一定是有一個設計者 設計同一個方式創造化物 也都因為我們同一個設計 所以我們可以吃任何生物 除了它有毒的 那些沒有毒的 我們可以吃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那個 拆開的那些安基酸 我們身體可以用回來 如果它的安基酸是排列 相反方向 我們吃了是不能用的 就是身體不能用的 OK 簡單換了就是說 因為所有生物的合一性 證明它要麼就是創造 要麼就是對白 還有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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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講了很多科學 下次也會的 因為呢 這邊有零四邊 我們看到神那種全面性的設計 也都令到我們對於神的創造 供應是會很有信心的 就是神會這麼細心供應生物 動物 植物 神都會這麼細心供應愛祂的人 所有人都有神的創造 供應 不過愛祂的人是有十個創造的 OK 還有沒有人有東西想問呢 另外 其實呢 我想說呢 因為我本身是讀science 背景 所以我有很多這些 但是我跟著呢 我就看很多資料 很多這些是英文的資料來的 那如果你的英文好呢 其實你 當你明白一些基本的生物構造呢 你看的時候都可以明白的 那不是一定要最深的 現在呢 很特別就是有很多YouTuber 將那些生物的構造呢 是用動畫的方式做出來 是很清楚 很容易明白的 那你越看裡面構造呢 就越看到其他人了 其中有一個方學家 他叫做James Dean James James J-A-M-E-S 然後D-E-A-N James Dean是一個 他是一個organic chemistry 還有他很多樣科學的 他有很多 就是他有超過一個博士學系的 那他呢 也都是發明了很多東西的 他是很 就是一個很有才能的人 那他是信耶穌的 不是啊 講錯了不是James Dean 講錯了 我先找個名字 不是他啊 不是他 James Dean 是他 我找了之後 我記得你了 然後呢 他是從 沒有聲音啊 牧師 OK 因為我在那裡打那個字 就 OK James Tuer OK 行了 James Tuer T-O-U-R James Tuer 他是 因為他是有機化物的博士 還有其他的博士 他是由有機化物 他說有機化物 我們身體構造 什麼叫做有機化物呢 就是生物的那些質地就是有機 有機的意思 其實有機的意思呢 在科學來說呢 就不是這樣解釋的 在科學來說呢 在科學來說呢 就不是這樣解釋的 在科學來說呢 就不是這樣解釋的 有機就是說 總之含有碳而組成的 那他 二氧化碳呢 就不是叫有機的 其他那些碳的構造呢 就叫做有機 organic 那他呢 就是organic chemistry 就是有機的化物 那他呢就說 細胞的構造是不可能進化出來 就是那種構造的複雜的平衡 是不可能進化出來 那他很多影片的 很多影片講呢 就證明 是一定是有神的設計 才能夠創造出這麼平衡的有機化物 好 還有沒有人有事想問呢 那我希望大家 有些可能你說 啊我不懂得科學 但是呢 我講眼的構造的時候 其實那些字眼呢 你用普通人講話的方式 都可以講到出來的 那譬如眼淚線 如果眼淚線呢 走到鼻孔那裡 又沒有什麼用的 如果眼淚線呢 出鼻涕呢 又沒有什麼用的 你這樣想 我們全身的液體呢 這個東西也是我另一個研究 如果我們眼淚 眼淚是出鼻涕 我們的眼就很淡的 這個鼻涕就出來了 如果出口水又沒有用的 另一個東西 身體的液體呢 很奇妙呢 就是佈了那種物體的奶 為什麼奇妙呢 因為奶呢 是有了嬰兒需要的 什麼呢 碳水化合物 脂肪 維生物 蛋白質 和抗生素 那它全部需要的生育 嬰兒需要長大的都有了 那如果根據進法論呢 奶是完全是偶然變出來的 那偶然變出來 你可以變口水也可以 其實口水不容易的 你不要以為口水用的 口水是很複雜的 就是有些人就說它自己變得口水 其實真的非常複雜 但是奶是我們可以明白的 是非常複雜的 它如果變成鼻涕給那些寶寶喝 是沒有用的 但是呢 那些寶寶類動物 是有奶出來的 是全部它需要的營養 尤其是那些瓶 這麼大的瓶 每天長大是很多 很重的 就是每天長大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這個數字 有多少磅 就是有多少磅的重量 一天增長 它要靠奶的 在初的時候 小的時候要靠奶 怎麼可以有這麼多的營養 它就是偶然產生出來的 這些就是給我們看到 一定是神節才會產生這些 身體需要的各樣的營養 譬如C 蜘蛛的C 也是非常特別的 蜘蛛的C 如果計算重量 比鋼強5倍 鋼 鋼鐵的鋼 如果它計算同樣的重量 蜘蛛C是強 比鋼強5倍 就是很厲害很厲害 質地 但是它很油 很符合到蜘蛛的需要 還有蜘蛛C 如果圍著地球一個圈 它的重量是多少呢 一磅半的蜘蛛C 就可以圍著地球一個圈 你想想多厲害 圍著地球一個圈 只需要一磅半的蜘蛛C 已經可以圍著地球 那這些就是看到神設計那種情緣 一定是有個神設計才會成功 那大家如果你知道這些 都可以很簡單去解釋給人聽 是不是進化出來的 但是呢 其實進化論的科學家 他們是非常之負責的 當有些人發現那些東西的時候 它是完全拒絕相信的 它直接是沒有了科學的精靈 但是呢 有些科學家都會承認這個問題的 我曾經 找到外國了 因為太多東西沒有帶回來 我有一本書是很特別的 那其實我可以現在都找得回來 那那本書是什麼呢 就是Scientific America 就是美國科學協會 它出的一本書 講到關於化石的 那時候買了 那它就講到這個 這個韓武紀 Cambrian的化石 那它就有很多生物 那那些科學家就說 這麼多生物 沒有理由突然間出現 那就去找Precambrian 就是在韓武紀之前的化石 那韓武紀之前的化石有些什麼呢 就是有些Blue Green Algae 就是有些青苔類的生物 但是那些去變造這麼多種複雜的生物 但是根本是沒有可能的 那時候它說了一句話 很特別的 他說那些科學家 找到底韓武紀的化石 的祖先在哪裡 他們就希望在Precambrian 就是Cambrian 韓武紀之前那些化石 那些石層那裡找到 但是呢 他就很突然 他說是找不到的 他直接說是沒有的 他原因為什麼找不到 是沒有的 是沒有存在的 那如果沒有存在 那就是不可以進化了 就是他的一本科學書 他都承認是沒有的 因為他們找得太多 而且因為全世界很多地方的 韓武紀那些化石 找出來的生物 真是奇妙到不得了 是很多很多種 但是如果上網找Cambrian的生物呢 我可以傳給大家看 不過那些全部是英文的 但是呢 你看那些圖啊 你也看到那些生物 非常多 OK 好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問嗎 如果沒有呢 我們就一起做 多謝師父的創作 我們主題講到就是供應 神會供應的問題 神也都很奇妙地供應基督徒 那所以我們基督徒做 我們神吩咐的做事 根本不需要擔心 不需要害怕的 是完全不如神 OK 有問題想問 好 好 阿牧師 是 阿牧師 我想問 講起眼的那些 那好像有什麼 可以解釋 好像有些人說 有陰陽眼 這個怎麼解釋 這完全是一件無關的事情 不過呢 可以簡單說 就是說 人的靈接觸靈界 因為這個世界是有靈界的存在 靈界是有兩個很大的分別 一個就是邪靈的靈界 第二個是神的靈界 邪靈的靈界是人可以容易去得到的 神的靈界是神給他去才去得到的 普通人是去不到神的靈界的 神特別 准許他才可以去得到的 而有些人呢 某個原因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對於人的靈魂 我們真的認識是有限的 那聖經也都沒有清楚解釋 為什麼我們沒有解釋到的 但是有些人天生是有陰陽眼的 就是他小時候已經看到那些邪靈 那些東西 通常是看到邪靈的 就不是看到耶穌啊 天使啊那些的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 就是這個 靈魂靈界的一個現象 我們沒有解釋 有很多人就認為那些是死人 其實呢就 有很多證據顯示呢 有些人就說有陰陽眼 看到那些死的人 他初來以為他是死了一個祖先 但是後來發覺呢 講講講講話呢 發覺他不對勁了 原來發覺是邪靈的 就是說邪靈可以假裝做人 而有那些表現 因為人呢 死去天堂或者地獄的 但是呢 就 有些人就經常都以為那些死去的人 就在那裡留言 其實呢 就不是死去的人 但是是劇 那這個解釋我們 就是 沒得解釋的 只能夠說 我們看到這個情況 我們知道這個情況 那很可惜的就是 香港的 無線電視 將會做一個節目 就是講到靈界 那這個是 很大問題的 就是因為為什麼呢 就會令到很多人呢 會接觸到靈界 這個是一個不好的節目 令到人對於 因為他會 他全部都請了那些 什麼 道教啊 什麼 那些 文禮婆啊 那些人呢 去 去訪問 去了解這些 他就沒有 沒有請基督教的 因為基督教都有人見到靈界的 見到天堂 見到地獄 他又不找那些人 他就全部都是找那些 不是信耶穌的人 那 就會令到很多人有迷信的觀念 那我們可以出聲的 就是我們可以出聲去抗議 無線電視抗議 就是說 你們這樣 我們不看你的節目 我們會 杯葛 無線電視 那會造成壓力的 那它會早些完結 就是如果 越多基督徒去杯葛它 就是我們以後都不看無線電視 那它就會 就是它會 調教的 它知道很多人抗議的時候 就會調教的 來自援 一朵 就等於 就是 他們 出聲 送給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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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